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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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人都到齊囉 那我們剛剛會累嗎 累 我們剛剛既然已經做了激勵 所以我們就說 稍微做一些動態的 讓我們的手指頭 跟我們的腰部跟腿部 可以稍微放鬆一點 來 我們可以手指頭先動 來 1 2 3 4 5 6 7 8 來 手臂繞環 1 2 好 往上 來 一樣 弓箭步 然後我們做打開的 來 我們做打開的 把你剛剛做的那個肌群給伸開 這是我們最基本最基本的做操 那再來我們就 上球道 當然呢 在上球道之前 我們一般訓練的 來 我們做打開的 來 你們有看到回球機嗎 回球機的軌道 我們會站在上面 走基本步伐 我們會直接在上面走基本步伐 所以等一下呢 你們可以體驗看看 可是呢 眼睛要看著前面 因為我們實際上走不會那麼快 所以你們就放慢一點速度 1 2 3 就直接放速就好 那基本上你們剛剛一直走 就讓自己有辦法平衡就好 我們打保健球呢 其實大部分就會看基本功 那我們在上面呢 他需要一些核心肌群 跟我們剛剛練的那個 大腿肌 臀大肌都有關係 所以呢 你如果肌群不好的人 你在上面呢 很容易就跌倒 而且呢 它的水溝蓋上面呢 它的路線大概是10塊板左右 跟我們正常我們在駐走道一樣 腳是直的 所以它其實一方面可以測我們的腳 是不是直的 會不會滑出去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看我們的腳 是不是有真的有在用力 是不是有認真的在蹲 那還有就是做這個訓練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專業的教練在 你不要人家在打球 你在那邊走 你會被趕出去的 可能要洪大哥那個臉 OK 那我們就進行下一個訓練囉 好 我們就直接上球道 先打給我看 然後讓我去點他們 到底有哪一點不一樣 好 這是我帶來的三位病號 然後每一個人那個症狀不一樣 然後這位他病得很症狀 其實他很吃手感 就今天狀況很好 然後就打得還不錯 那狀況不好的時候 就會互相走反 然後就亂走 那我覺得 如果說基本動作不好 應該也很難打到一千張 所以他應該是 一些需要被調整的地方 我剛剛有稍微看了一下 我知道為什麼去做起手感 因為他呢 在翻手的過程當中 在後面會亂轉 所以當然我們 其實我們這個叫偷轉 我們在後面呢 其實一般人 他都是固定的 所以你如果偷轉的時候 今天我今天轉對了 轉到對的位置下來 那你當然那天手感 那你當然那天手感 而當如果你那天呢 轉過來的時候 或是這樣子下來 或是不同方向下來的時候 你可能當天手感 就會非常的差 因為他會影響到 你翻轉的角度 教練我們是不是 他馬上來打一下 然後你來跟他講一下 要怎麼樣 哪一個 自己比較好的固定方式 他每次都說 我有攝影機在拍 就打得比較好 我就看你打得怎麼樣 好 好了 好了嗎 好了嗎 吃完湯了 還是一樣 還是有偷轉 還是有偷轉 我只是賽照的 可是我覺得我是撐著 我就是 自己沒有感覺 通常其實是我不會有感覺 因為我們 在拍檔的時候 試過 因為正常 我們都是不偷轉 是要沒有偷轉 可是呢 當你們在過程轉動的時候 你們 鐘擺也要再當 你們再當 還不會有任何感覺 所以盡量要維持 他會不會動 我自己的體感 只要維持說 我的手指 就是因為球道是平靜的 好 再給你一次機會 看看你有沒有偷翻 我覺得我沒有 好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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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超大 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真的都沒有感覺 有嗎 有 教練講完真的 在看 你走到後面的時候 在幹嘛 真的嗎 他這個晃動沒有那麼明顯 只是還是有 教練那怕金晶晶晶 還可以打保齡球 是可以 是可以喔 那你就不要那麼要求自己 有時候 手感剛剛好的時候也可以 可以 教練救我 這可能是要回去自己拿寶特瓶 還沒有 拿寶特瓶怎麼來 寶特瓶刷的時候 它是這個方向 謝謝 因為這樣子跟我們抓球是 抓球是一樣的 所以呢 麻煩那個贊助的帳號在這裡 麻煩匯給我們 抓住的角度在這 所以當你在後面的時候一樣 如果按照你剛剛那樣 如果按照你剛剛那樣 水整個都立起來 如果剛才是後面會變這樣 你試試看 你現在 你把它假裝刺球 你不要丟出刺球 你不要丟出刺球 好像欸 有齁 有齁 出去好像有點 對 有齁 不是我往後我就翻了 對 所以你試試看 因為剛剛教練講的 如果食指跟中指 是朝前 往後的時候也是朝前 那這個 應該是水平穩定 就是如果有一個方向 就會有一個實力 對 教練你可能可以治好他 但是可能球管收益會少一點 因為他家裡打寶特瓶就好 好 看他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偷翻 也許每一個都偷翻 教練就換你囉 好 幹嘛 有一點點 有 他的是 起來就是固定在這個角度 所以他應該比較容易抓到那個手感 年輕人 所以他也是自首感嗎 所以他也是自首感嗎 但是啊 你不要只有洪大哥的臉啊 洪大哥晚上會找你啊 跟廖玉俊是一樣的 因為他比較輕 所以他們都會有這種動作 那你們的那個 拿起來到這邊都是一個角度 然後後面就這樣起來 就你們兩個看起來很像 那你的是 在後面會有一個 哈哈 晃動 晃動 對啊 那 如果說我們不去改他的話 那他有什麼方法可以 讓手感比較穩定 還是在更進步呢 呃 如果說不要去改他 或者就是節奏上面 你要去做 配速 你要給他 其實你打 他最重要就是 你如果突風快或慢 你就不行 因為他會影響到 我們在轉的那個時候 我們到這邊的時候 球還是在 走的前面嘛 這邊應該跟曲球之類 都是一樣的 很像 對 那我們下來的時候啊 是什麼時候 開始進入到 飛碟的翻轉 飛碟的翻轉 它是在 兩隻腳的中間 兩隻腳的中間 兩隻腳 我可能 跨過來 過了這邊的時候 然後 腳後跟左右 他會做瞬間 瞬間 瞬間 他會在這一邊做 瞬間的翻轉 因為我們還有一段 先放回去 飛碟球其實他彈 為什麼轉速不夠快 就是那個瞬間不夠快 了解 這個其實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很多人他那個飛碟球 到這邊就開始轉 然後 這樣轉出去的時候 就轉了慢慢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又跟曲球很像 就是那天沈應德 在講評的時候 曲球他感覺是有點在 腳後跟的時候 開始做動 你如果太早開始 曲球想翻 反而 就轉不起來 因為你一樣 太早做動的時候 球就不會有瞬間的速度 所以你試試看 也許就是在那個 兩腳之間的時間 啟動 好 好像又好 我覺得很差 而且不會卡 不會卡 卡那一下 不會像你原本那個 有點那個 掉到球的感覺 會不會這樣 可能覺得我在做高 沒有 平常打到最後可能都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下一個 這個病患 那這個 剛剛他的動作 你有看到他有什麼缺失嗎 他跟他反而是相反的 他也是算定住丟出去 可是他站的步伐比較前面 所以變成是 他要抓那個瞬間的時間 他瞬間如果抓得比較慢的時候 他球可能就很容易就甩出去 所以必須說 還是盡量要抓在兩隻腳的中間 可以讓你稍微有點 推到那顆球 讓那個線路比較穩定 不然 一到了腳邊 你拉起來就不知道平 不知道往左邊 還是往右邊去 好 那你現在就邊打 那教練就可以 邊幫我們講 所以他的步伐也是沒有跨出去的 因為他是整個是踩住的 因為他用腳尖在做踩的動作 所以他根本比較沒有滑步的空間 他是走一二三四就定住 而且是用腳尖嘛對不對 對 所以當駐走到你遇到那種色的 很色的 就會怕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會就是 先改的話我們會用後腳跟 那有沒有滑步都無所謂 因為慢慢的他一定會滑 可是所以變成是說 你現在可能要修的 他變成是說 盡量我們用後腳跟去做踩穩的動作 你說不定就可以往前一點點 才不會說每次可能會急差 就要往前 然後他還去抓那個 斑的那個瞬間差 所以有時候你打球會有點 趴趴的感覺 會有點出球之後往前傾 對 重心會不太有 重心在腳尖 來馬上試試看 試試看 用腳跟對不對 對 也不用到完整的後腳跟 你就是不要放在腳尖 因為它是可以 最少你如果改成腳跟的話 助走到對你的影響力才不大 所以變成說會有點說 我要出球的時候 屁股要往下做一下 對 就是跟我們剛剛做的那個 弓箭不是一樣 對因為我剛剛也的確有往下沉了一下 所以腳跟的地方有比較摸到 對 而且會比較穩定 你用腳尖跟腳跟它 但是會變成有一點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timey還沒抓到 我覺得我有點把球甩出去的感覺 甩出去 因為你沒有辦法跟了 用腳尖的時候 你在做甩的動作 你不會有感覺 因為你是一起往前 對 所以用腳跟的時候 你其實是做一樣的動作 可是因為你的重心比較後面 所以我會感覺要甩 對 其實動作是跟之前 你原本踏腳尖的時候是一樣的 那像他們兩個都不太有滑步的動作 那你建不建議飛碟球是要滑步的嗎 飛碟球其實基本上它還是要有一點滑步 只是滑的位置 有的人是出手 那有的人的話它大概是在落球的過程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為了要讓它穩定 我們會希望是滑完定住的時候 球出去 因為你踩住的時候 畢竟它是穩定 可是當你在滑步的過程 如果今天我的腳是這樣晃動的時候 我的手就會跟著晃動 所以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滑定出去是最好的 好 那你再試試看 因為我感覺你也是不敢滑 對它也沒有滑 這個有天分多了 一講就會耶 你比這位有天分多了 一講就會 我剛剛應該有做了吧 有有做 而且腳尖也有控制住 重心還是往前趴了 因為它腳很明顯就是 是腳尖往前 對 它就是很明顯它習慣了 那個 剪球的時候我還是會 剪球其實 要練的話 我們基本上會 以第一球在打的時候練 因為剪球 其實我們大部分就是 剪到就好 不用太刻意說你要 一定要腳尖還是腳後跟 這樣怕你會亂掉 俊哥你打球打幾年 二十二 二十二 對打了二十二年 那今天來還是發覺 還是有一些問題在啦 對 也蠻多東西可以學 謝謝教練 謝謝 好那 這個小朋友呢 我其實不太想讓他表現 因為他出現太多集 而且我也教過 洪大哥也教過 我只給你頂多兩球的機會 兩球你做到 我跟洪大哥說的 才會讓雅前教練教你 不然你就 去後面吃飯 好 他好像想揮手 你不想在電視上這麼高調 對 教練可以嗎 還不算 基本動作可以 而屁股都比較後面 他在打球根本就不一樣 他的屁股算比較後面 就是他會這樣子打 所以他的重心他其實不穩 因為對我們來講 這屁股算坐下來 可是他是翹的 對 我們經常滑下去的時候 他會有點往前 往他動 屁股是這樣子坐下來 雖然高度一樣 可是你下球要出手的方式 會不會太一樣 阿燕那一集 我引用了一首周杰倫的歌 叫什麼 菊花台 好 那你就是犯了菊花台的錯誤 教練說完 你再試一球看看 對 還是比較翹 我們其實屁股要坐下去 他有一個方式 就是在倒數的時候 我們在前面 我們在做蹬腳的時候 這時候屁股要下去 你一下去之後 很自然的他就會往前 他就會坐下來 那一般我們在做踩蹬的動作的時候 他就是比較高 然後這樣就上來 他屁股就會比較翹 所以我們其實 你說 為什麼一直說保健球要有節奏 要有節奏 其實他不是所有的速度都是快的 他是到後面的那個至高點的地方 他是放慢的 因為我們要看點 要準備打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一定會稍微有點抓速度 前面是配速 而後面是真的是準備要打起 再試一球 你的表情好像是 都聽不懂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他還可以回去練 他還年輕 對 跟他們比起來 你的症狀很輕微 也就是 多多練習就會好 那他們那個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 重心多做一點 對 重心多做一點 屁股就會做下去 那你待會再試試看 在倒數第二步的時候 試試看剛剛教練講的 你把那個腳步 稍微放一下 對 腳步稍微慢一下 踩下去 最後一步跨出去 看看能不能做出他那個效果 讓 對 因為 其實跟我們 曲球也是一樣 曲球的倒數第二步 就是Power Step 你要把最後一步的步伐縮小 留給最後一步 所以他反而是在倒數第二步 是基礎的 短而小 然後讓最後一步有一個緩慢的時間 因為他可能節奏是一二三四五 但是你透過Power Step 你可以把四縮短 留在第五步 那你的可容曲 誤差就會變大 所以你可能 這樣解釋 你可能 聽得越聽越複雜 反正就把第四步 稍微縮小一點 踩下去 最後一步跨出去 感覺還蠻有天分的耶 感覺還蠻有天分的耶 因為小朋友的柔軟度比較好 對阿 我覺得可說性蠻高的 跟你講什麼 馬上就會有點不一樣 但有一點停太久 你的那個最後那個 踩下去有點定格 最後一步就是 倒數第二步 你就小一點 然後 把時間留在後面 你再試一球看看 真的不錯 落地無聲 不錯不錯 幫我跟洪大哥 留了一點面子 最後的話 還是要請教練 幫我們示範一些 正確的動作 在這之前 記得訂閱滾滾諸公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第一時間收到滾滾諸公的 最新影片 為滾滾諸公點讚 就差你一個 訂閱滾滾諸公 拉近迷雨三百分的距離 滾滾諸公限量擦球手套 現在預購中 購買方式請點選說明鏈結 台主及洪師傅畫保證 真的好用 不要錯過 限量商品 賣完就沒有囉 简直太帥了吧 你為什麼後擺那麼高 後擺都這麼 因為我的肩寬跟 我們在打曲球的一樣 我的肩是斜肩 一般人可能是這樣 所以後擺都不會上去 因為我在打球 我已經習慣了 我有一個斜肩的動作 讓他靈活度比較高 對 先看好腳步的地方 那因為我會壓大概一塊板 那壓好之後呢 因為我的身體角度 我會讓我的手臂去對我的球 所以看好之後 準備好拿好了 然後看著點 然後往前走 抓然後放 我會抓在我的第四步的位置 然後去抓翻轉的過程 跟時間差 那盡量就是 因為我打的動作 他們都會覺得我比較暴力 所以我會盡量 能做的就是放慢 可是該有的力道 我還是盡量會做 這樣 因為一般 前輩們都會說我打球 後擺太高啊 然後還有球速太快啊 這樣會讓球平不太會打 可是 我從十幾歲打到現在 就是 都是這種速度 我就不會刻意去改變 好帥喔 欸 男人 學一下好不好 真的 所以我 其實我有另外一個 教我打球的一個師傅 除了我爸爸之外 那他是中球的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飛球跟重球都一樣 所以在國際上面 你說 會不會打輸曲球 我覺得都一樣 大家都是平起平坐 我只是打的球比較輕而已 那用的方式 反正我還是要有力道 就是我平常 在練習的時候 我不會要求我的學生說 你的後把要低啊 或者是要放柔軟 我說你該出的力道 你還是要出 各位觀眾知道為什麼 我的偶像是王亞廷的嗎 那球平倒得超爽了 因為他就是一個發動的速度而已 所以我們其實最常 我如果要打順的話就是 會很明顯的就是 第四步跟第五步 在做放的動作 我會放得比較明顯 因為我也讓我做 最後面出手那個瞬間的力道 所以他們都會覺得 我非常用力在打球 對 我打球 其實耗費還蠻多力量 可是如果不出力 就不會像是我的球路了 而且我們一般在瞄準的時候 眼睛都是看著前面的 那大家瞄的位置其實也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在最後面跟著動作 眼睛是要跟著你的球往前跑 那其實打 不管打哪一顆球都一樣 上去的時候大家還是要做瞄準 都是一樣的 該有的東西 就只有差在速度不用給他而已 所以不要看我們是女生 女生呢 其實我有算過我的轉速 我的轉速還有到快500 所以他們都說 其實我的轉速算蠻快的 因為一般學生他們在打大概 犯規線到球平大概在快3秒 2.5到2.8的左右 我大概可以打到男生的速度 大概2秒1左右 所以他們都才會說我的速度 會稍微有點跨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妳教很多初階的學生 然後他們的持球 妳會建議他們持球池在什麼地方 比較好去練他們的擺盪 他們持球其實我剛開始 因為我們剛開始教是教直球的學生 那擺盪也一樣 其實就是跟一般我們初階的人都一樣 他就是拿著用 食指跟我們的中指的中間去對準 然後放在腰的旁邊 依照這種方式 然後用腳的方式去做對準 他們剛開始會這樣子練 練完之後他們比較會打了 我覺得給他們一點角度 他們其實學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你不用跟他們講 讓他們先去試 試完之後他們以後就會固定 他會懷疑的時候 妳就會告訴他 為什麼要他們有點角度出來 那請他們告訴我 跟以前打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就會慢慢的說出他的想法 那這時候那個效果就出來了 因為他們會知道 開肩之後呢 比較好瞄準 比較不會那麼綁 而且比較容易掌控 因為綁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左邊右邊還是會夾緊 為了夾緊 左邊右邊都會去 所以教一般的學生 我們就會從零開始 慢慢腳 現在妳從身體是正面朝向球平的 對 然後之後到一定程度之後 妳才會教他們有一點角度 是肩膀的開肩的角度 站的角度 站的角度 站的角度改變的時候 原本是這樣子站 那妳可能只有打在前面 那比較會打了 我們就讓他稍微有點站斜斜的 妳會發現我的手就改變了 他們的方向自然就改變了 不用叫他們回正 自己就會回正 因為這是一個慣性 我們的人平常 如果妳這樣子拿對 我的肩膀是斜的 可是當我出手的時候 教練說肩膀要回來 他自己就會回來 這是每一個人的身體反應 這個不用刻意教他們 只是告訴他們 妳沒有妳站斜一點 妳看妳們比較好打 久了他們自己會去做平衡 因為年輕的小朋友 他們的動作會自己去修正 包含我們自己也是一樣 對 好 那待會還有一些 飛碟球常見的問題 想要再請教教練 再請妳一一幫我們回答 好的沒有問題喔 請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還有更多保齡球影片 推薦給你